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,文明于世界,而说起北京的地标就不得不说故宫了,这个地方,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,甚至是在外国人眼里也是非常有名的。故宫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,时间最久远的古代皇家变腾了,他实实在在地向世界人展示了我国传统文化。 故宫建于1406年,是明清两朝皇帝的宫殿,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,不管是他的文化艺术,还是历史价值都是无法估计的,所以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,来一睹他的方容。 但是去过故宫游玩的游客,如果细心可能会注意到有一些地方并没有对外开放,那这个神秘的地方时是哪里呢? 看过宫廷古装剧的都知道这个地方,那就是冷宫。虽然叫冷宫,好像是和其他宫殿一样,应该是一处宫殿门口有牌匾写着什么宫,但是在故宫里却找不到写冷宫牌匾的这个一处宫殿。 其实在当时确实是存在的一个地方,但是冷宫并不是特定的一个地方,而是随着朝代或者皇帝的意愿不断地变化的。冷宫具体都在哪些地方也没有完整记载,但是这比较有名的冷宫,就要数这三个了。 第一个锦阳宫,我们看宫廷剧都知道,冷宫是非常偏僻的,我们现在介绍的这个锦阳宫就是如此,它位于中翠宫的东边,永和宫的北边,位置十分的偏僻,算是东西六宫中最冷清的宫殿了。 据记载,锦阳宫在明代的时候是属于嫔妃的住所,到了万历年间,就成了孝敬皇后居住长达三十年的冷宫了。 孝敬皇后刚开始进宫选秀没有被选中,留在宫中当了太后的宫女,有一天侍奉皇帝被皇帝临姓,不久就怀孕了,肚子争气的她诞下了皇子,没有办法万历皇帝只好封她为贵妃,但是因为万历皇帝宠幸的是皇贵妃正式。 对这个王公妃只是一时冲动,并没有对她动情,所以,王公妃就被冷落在锦阳宫中,哭瞎了眼睛,愤愤而终,后来,孙子继位后,才被追封为皇后,现在这里也开始游客开放了。 第二个是前西五所,前西五所不是一个院落,而是包括内庭西六宫北面的五座院落的总称,即偏僻又阴暗潮湿,终日不见阳光,就连下人都要嫌弃的地方。 这里曾经游禁过张玉飞和李承飞,张玉飞在这里被活活饿死,而李承飞还没有被饿死,又被贬去做了苦力,活活被累死。 第三个是锦西格,真飞天性活泼,是光绪帝宠爱的飞字,但是因为她支持光绪无需变法,梭仁娟官被揭发,慈禧太后大怒,就将她打入了冷宫。 真飞就住在前西五所这里的一间小屋内,门一直被锁着,只有一扇窗户可以打开,以供下人从这里给她递送食物,终年不能出来,不许和旁人交谈,最后被推入小院西墙外的井中死去,后来这口井被叫做真飞井。 这就是故宫中的三个冷宫,看看这些冷宫,不仅偏僻,而且终日不见阳光,阴暗潮湿,可怜古代入宫的女子,稍有不慎就会被打入冷宫,真是一入宫门深似海啊。 至于为什么到现在故宫的一些地方还没有对外开放,溥仪曾在自传中写道,冷宫非常的破烂不堪,而且又没有什么贵重有价值的东西,环境又差,国库也没有什么闲钱来修补这里。 感谢观看